好,白宫的女发言人麦格纳尼 在7月6号和记者们激烈交锋 反败为胜的现场第二段开始展示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他们是如何围绕 麦格加勒数字 我们看看他一共提问多少次 对,这个推特的攻击 这是第一次提问 好,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回答的 总统没有说过他自私 南方联盟棋 第二次就这个提问 总统那条推特只是提了一下 那个旗帜的问题和闹剧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第三次又问这个追问 好,他说你们媒体只是根据 总统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个词来判定他是否支持悬挂南方联盟棋 这是不对的 麦格在这里还要稍微提一下 下面的中文字幕是Google AI的自动中文字幕 可能有些翻译不太准确 大家将就的看一下 有些引起起习议和关键的地方 麦格会修正一下 第四次提问 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然也算是攻击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提问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总统在7月4号白宫的独立日庆典上 说了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99%的新冠患者其实是无害的 这句话争议也很大 记者马上抓住这句话 在今天提出来 你这个话是不是经过你们白宫新冠病毒 特别工作组的同意的 是不是有科学跟依据 我们川普总统的大嘴巴 一向给自己捅楼子 给我们的麦格纳尼贴难题 我们看他们是如何回答的 他是如何抵挡这一问题攻击的 他是这样回答的 关于总统说的9%的新冠无害 其实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麦格纳尼拿出了很多表格 麦格在这里不展示了 麦格在这里只是节选 因为什么呢 他的回答很长 浪费时间 美国的死亡率现在逐步下降 与欧洲那些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的死亡率是比较低的 这是典型的拿主旋律来抵挡攻击的一个策略 第五个了 好 他说总统的意思是说 绝大部分的新冠病人治愈以后是无害的 第六次 又回到了南方联盟棋的问题上 好 他是这么说的 今天早上总统再上跟我说了 他这条推特没有任何种族含义 第七次 总统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 你就从推特的某个字来判断 完全是主观一断 第八次 好 第九次 他因为翻译的问题 其实他的问题的中心思想是 为什么总统一定要让一个赛车手去道歉 他只是认为他遇到了种族仇恨案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事情的主导者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出来道歉呢 好了 麦格纳迪是这么回答的 总统在7月4号演讲中已经说过了 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和谐 是民主大团结 是全国各自人民海外侨胞一条性 那些错误的指控 那些错误的指控伤害的不仅仅是我 也是全体美国人民了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话语 麦格把它转换一下 成为我们中国人听得懂的语言 去理解美国政府也会唱高调 这位女发言人 麦格纳迪也会很熟练的 运用主旋律 运用民族大团结这样的策略 抵挡对总统的攻击 对政府努力的攻击 好 第10次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好 他提的问题是这样的 总统竟然说了 99%的新冠患者是无害的 这是否会降低民众对这个病情的认识度 特别是在我们的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看麦格纳迪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总统非常关注疫情的严重性 而是我们由于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 我们现在的感染率大大降低 同样适用主旋律 其实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依然是用主旋律这个盾牌 来抵挡记者的进攻 好 我们看第11次 提问 依然是抓住 川普的毛病在攻击 他在念推特的原文 好这个记者提的问题也很尖锐 就像刚才那位女记者提问一样 华莱士声称他受到种族仇恨 虽然FBI发现这不是一个种族仇恨案件 但是作为报案者来说 他并不知道这是还是不是 判定是和不是 不是华莱士的问题 是FBI的问题 那么他作为一个受害者 他为什么一定要向全民去道歉呢 好了 我们的美女发言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他说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回答了四遍了 我再来一遍吧 我说过了 总统只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大谈结 不要被破坏 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 不要被破坏 是吧 和谐很重要 第12审 追逐不放 and it follows up on Paula's question is why should Mr. Wallace have to apologize for that when his whole team and all of these colleagues came around him to show support 好了 麦克纳里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总统不赞成那些破坏我们革命先烈 建国大业中的优秀先驱 他们的光辉形象 他们的热血染红了祖国大地 他反对妖魔化美国 反对侮辱我们的伟大历史成就 因为在这次黑人命也贵的运动中 很多人把华盛顿杰弗逊 反对奴隶志而战的英雄雕像 全部拉倒了 所以麦克在这里 没有足字足句的翻译麦克纳里的话 用了一些我们熟悉的语境 去表达麦克纳里的意思 好了 第13次 我不会为回答他6遍的问题再来回答 这是他的态度 第14次了 这是一个黑人记者 黑人记者的问题 是比较丁感的问题 同时提了第15个问题 第16个问题 在这里麦克在展示他的回答 我们只把记者们如何提问 如何密集地提问 我们的第17次 我只要说 第一个问题 Bubba Wallace 没有做到任何犯罪的报告 我问一下 总之为什么 为什么总统认为这件事 是值得他的时间和焦点 现在在中央的灾难的疫情 然后你也说他没有认识 在共产党的币 为什么这位总统 不能不谨认识 是否支持共产党的币 和共产党的币 更加关于这个问题 对 我说 好 这个时候美女麦克纳尼 开始反击了 她已经受够了 我被问到12个 关于南方联盟期的问题 而在这个周末 美国产生了大量的枪击案 纽约市枪击死亡番番 犯罪率上升 对于以上这些悲剧 这些事关国民生命安全的事情 我却没有收到一个问题 本周美国有5个孩子 死于枪击 一个8岁的孩子 伤心拒绝 你们这些记者 却没有为这些问题提过一个问题 你们却揪住 美国总统的一个推特不放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街道 而不是在这里无聊的闲城 我们应该挨到那些 失去生命的父母和孩子 我们听一听他的回答 当然麦克不是主次翻译 是意义他的话语 大家可以听一听 我应该做什么说明 这次是一条大千 是一条大千 是赡紧的 一条大千 他们说黑暗的生命是重要的 你杀了一个孩子 她没有做到任何人 是他的说话 我们必须要专注着我们的街道 确保没有生命是失败的 因为黑暗的生命是重要的 那是David Dorn 那是这个八岁的女孩 谢谢 好 这个掌声是麦克送给他的 现场没有掌声 现场的记者应该感到很沮丧 应该感到很挫败 他们不会给他掌声 但是麦克要送给他掌声 但是这位美女发言人 在网上可以收获到无数的粉丝 麦克在这里节选一些 点赞数比较高 有典型性的留言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位点赞数189的说 他最后说的不错 媒体一直以为可以跟他难堪 继续打击他们 凯利他们就是吸血的马皇 他们就是害虫 第二个 这些媒体既弄且存同样的问题 问了一遍又一遍 他们并不关心死去的孩子 显然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这个点赞数是111位 第三个点赞数87 我认为这些记者太穿了 而且他们根本不想报道真实的新闻 可悲 第四个 点赞79的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 不值得尊敬的成年人 还有一个点赞数125的 他说 这些所谓的新闻记者 随意打断别人 说话大成 试图这样压制凯利 而且他们不听别人的意见 这一个显然是他的忠实粉丝 他说这些记者对事实没有兴趣 智商极低 好像是成为白宫记者的首要条件 这些人非常愚蠢 爱你 排列 加油 女孩 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新闻发言会 看到这位美女的发言人 她的才智 能力 她的初衷外表下面 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和忧郁的口才 更关键的是 她很有女神范 应该是宅男的偶像 所以麦格给她取名为宅男女神 好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麦格的频道 一起分享有趣好玩的文化差异 以来呀